灰指甲除了让指甲颜色、外观改变 严重时也可能并发蜂窝性组织炎 灰指甲是指指指甲受到霉韵感染 导致颜色改变、质地变粗、变厚 甚至还会引发不好闻的气味 灰指甲常见的临床特色 包括指甲真厚、变形、颜色改变 起初可能只在指甲末端需要修剪的部分 出现黄色、浅咖啡色的色泽 使指甲看起来变得不透明 并且在指甲下方渐渐有角质增生 指甲变得松松的 灰指甲其实就是说指甲长险 夹险就感染到眉菌 那它有分手指跟脚指的指甲 一般叉药是效果不好 大部分都是要吃抗霉菌的药 现在比较先进的是一天吃一颗 那在脚的话 因为手指跟脚指的指甲 一般手指长得比较快 差不多三个月长一公分 那脚指的话 六个月长一公分 等于是说你吃 吃非指甲的药 手的话大概要吃三个月 那脚的话它要吃六个月半年 这样才可以 因为你指甲长出来就慢慢 它那个有菌的地方就是你把它剪掉 后面长出来因为你吃的药 它就可以杀菌 所以非指甲简单讲就是指甲长险 就是感染到眉菌的意思 根据台湾皮肤科学会公布的居家调查发现 有四成的民众会赤脚进入浴室 近七神的民众会和家人共用指甲刀 用后几乎没有消毒 另外还有半数的民众会和家人共穿室内或室外拖鞋 这些都是灰指甲传染的途径 十方新闻记者来一荣台北采访报道